香港年香榴 在1889年已經開業 因為蓮蓉做得非常出色 有一個清朝大官 將它原名的沒有草花頭的蓮子 改為現在有草花頭的蓮子 店名也是因為這樣原用至今 店面賣各式的糖餅 樓上設茶居雅座的傳統格局 在香港已經非常少見 顏氏家族經營蓮香榴百多年 仍然壓立不倒 傳統點心,遠近馳名 連CNN都來訪問他們 光蘇餅你就聽得多了 又或者你吃不少 但是不知道 你有吃過蓮香榴的光蘇粒嗎? 蓮香榴的光蘇粒 細細粒,一口一粒 吃的時候又沒那麼容易 跌到周圍都是那麼淋醬 我覺得很香的奶味 而且小小粒 你不覺得不覺得 很容易就會吃光一包 所以其實我現在也不忍耐 我現在才會繼續吃的 我不客氣了大家 吃了 吃了 吃了